全局高手电子竞技不需要爱情 你相信吗? 全局高手这部电视剧真的是越看越停不下来 这部剧让回忆变得很长 虽然是在讲一个荣耀老将重返巅峰的故事 但作为观众的我看到的不仅有电子竞技的精神 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悟 全局高手中出现了三个女性角色 唐柔、陈果以及苏慕成 没看过原著或者动漫的人 可能分不清楚感情线 毕竟咱们叶大神真的有点太暖了 对三人都很不错 一个职业玩家装病想跟着大神刷副本 依赖叶修但并不添麻烦 和那些腻歪的剧相比 他们在一起的镜头不算多 但我们能感觉得到苏慕成就是叶修的 只要两人一块爱出现